今天天气还好 不是很冷 我们刚刚在讨论您的院子 这些院子都是您种的吗 这些树 是 他说他平时也有打理院子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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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您自己亲手种的是吗 所以您已经离开了首相职位之后 已经非常习惯在大芬这个地方 和乡亲们像普通市民一样生活了 但是有一点我很好奇 日本的首相退休之后 他会享受哪些待遇 但是您是前首相吗 退休之后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津贴 然后会给您配备一些特殊的车辆 秘书 保镖 还有医护人员等等 有这些待遇吗 什么都没有 我记得上次在东京机场跟您见面之前 另一位前首相 孙喜郎刚好打车离开 我把这个事告诉您之后 您开玩笑说 他真有钱 他还能打车回家 我一般都骑自行车 所以说您平常都舍不得打车吗 所以现在您还会骑自行车吗 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 您现在主要的收入是来自于哪里 除了退休金之外 还有别的收入吗 收入率是年金有的 普通人会购买年金 年金有的 还有什么 但是您平常比如说 有人邀请您去演讲的话 应该会给您一些演讲的酬劳 然后另外您写稿子 比如给报社投稿的话 也会有一些收入是吗 别的报酬是没有 都是免费的 大体公演到党的关系 有很多关系的公演 是有的 但是公演料 不是计划来给一些宣传的关系 然后在一个政策之前 里面会有还有一个联系 对于官方是一样的 但是计划来给女гов 因为公演到的 会给了划来 当本来的计划是一样的 所有的计划有计划 但是那种的时候 それは政治家的一个人 也有关系 所以是我们的工作 就是责任的 所以 如果要赌讯 如果要赌讯 我赌讯 给你把给下到这些协讯 在聊这个话题 很多别的日本首相 在退休之后 会在东京 或者是别的大都市 买自己的房子 但是您没有这样的规划 为什么 还是在老家生活的 会比较自在一些是吧 快適 也就是安心 对了 不意 不意 也就很闫着 普通人不意 在在任何人 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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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我发生了一般人和一般人的生活。